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试了 你 你这个小怪物 怎么懂得这么多 我小时候 曾经得到过一本书 其中就记载着许多珍奇异事 书中自有黄金屋 这些知识 自然是从书中得来的 那 另一种方法呢 你之所以被毒素反噬 主要就是因为你修炼的毒工 你使用的 买是寿命魂 所以毒素才会与自身融合 尽管你的魂力 能够起到调动和压制作用 但它们 却早已成为了你身体的一部分 如果你拥有的是气武魂 只需要把你体内的毒素 凝聚在自己的武魂之上 一切问题 就会迎刃而解 所以 第二种办法 想要把你体内的剧毒保留下来 又不让它们伤害到你 就必须找一个寄生体 来作为毒素储存之所 这个寄体可以是一块魂骨 你是说 让我将体内的毒素 逼入魂骨之中 这样就不会伤害到我自身了 是的 你那孙女也是一样 只要给她寻找一块合适的魂骨 让她在修炼时 将毒素逼入魂骨之内 就像我现在 虽然也是身具毒素 但体内的毒 都在蓝银草和八珠魂骨内 自然反噬不到我 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保守估计半年以上 你愿不愿意试试 小怪物 我多次想杀你 你真的愿意帮我解毒 毒与药本就相生 任何毒都有相应的解药 而我恰恰喜欢配制解药 好 小怪物 能令我欣赏的人不多 你算一个 我就信你 只要你治好我和我孙女 答应你的三个条件 绝无问题 更不会杀你 现在请你把这个先吃了 如果你把我治死了 那么 你就给我陪葬吧 从你嘴里吐出来 再让我吃下去 这似乎有些恶心吧 不怕告诉你 这乃是我碧铃蛇 进化为蛇皇后 凝聚的单珠 可以说 我一半的实力都在这颗珠子上 如果我死了 那么它会直接在你体内引爆 四尺白海中仿佛容容容一股热气 感觉到了 感觉到了吧 只要你不耍花样单珠对你的修炼 只有好处 等你治好了我 我再将它引导出来 老怪物 我也有个条件 我给你配置药物时 你不能偷看 每天晚上害时 也就是你发病前的一个时辰 到这里来服药 可以 咱 你可愿拜老夫为师 老怪物 我觉得这个称号很适合你 不想改变称呼 更何况 你认为你在用毒方面能教我什么呢 说不定 有些东西 你还需要向我请教 好 好 小怪物 咱们走着瞧 独孤 独孤伯呀独孤伯 看来我真是要谢谢你才对 没有比这再完美的地方了 真是可惜了 这里的每一株仙品都是绝世之物 但美味不可谈多 没关系 不能吃 我还不能拿吗 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交输 融入了我的血液 药性便温和许多 只要剂量小一点 便只有治疗的效果 这老怪物还是被虎骗了 他到底不敢拿自己一身毒宫来实验 是 他为什么要给你 很难用 枪 那些人 我怎么能做了 我怎么能做 这老怪物 就是 我怎么能做 怎样 你 我怎么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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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做 我怎么能做 我 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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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怪物 我来了 小怪物 你又在弄什么东西啊 小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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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可是要人命的宝贝 我可以保证 哪怕是你被他命中 也活不过三次呼吸 就是这小东西啊 玄羽手 这是能够杀死封号斗罗的剧毒 能杀死封号斗罗 你在开玩笑吧 你知道什么叫暗器吗 暗器就是暗中使用的武器 这三根针 这三根针要用特殊的方法发出 他们有个名字 叫做阎王铁 阎王铁 阎王的含义就是死神 你说 死神给你下了情帖 那是要做什么呢 自然 自然是让你回归死神的怀抱 阎王叫你三根死 谁敢留你到五根 你偏偏说的这么玄乎 不就几根针吗 不相信 是的 我也想不到 竟然能在这斗罗大陆上 将玄天宝路排行 一三个超级暗器 给炼制出来 只可惜 发射阎王铁 需要消耗极大的内力 我现在还不足以驾驭它 老怪物 你好多了吗 小怪物 把丹珠还我吧 你不怕我在你药里下毒了 能被你毒死 我还当什么毒痘罗 小子 回头把我孙女带过来 你把她治好 就可以走了 可你的毒还没治好呢 我总不能困你在这一辈子吧 我体内毒素 堆积过多 要想全部注入魂骨内 是不可能了 我的身体 也已经适应了剧毒 如果真的全没了 也许反而有害 你说的也对 所以呀 就知道这儿吧 可惜 你要是再大几岁 我就把我那漂亮孙女嫁给你 这样你就得叫老夫一生爷爷了 算了吧 您那孙女 充分继承了您的优良传统 更何况 她已经有了爱人 蓝殿霸王龙家族的嫡传继承人 无论身世背景 还是家族权势 我怎能跟天下第三宗族传人的 宇天恒相比 宇天恒 他的背景还比得过你 我的背景 我有什么背景 不过是出身自偏远村落的铁匠的儿子 那你是怎么长成如今这样子的 说给我听听吧 原来是这样 等等 那你的读是从哪儿学来的 剪了本书 就有现在的造诣 老夫可不信 这是秘密 不告诉你 说不说 接着 拿昏倒器贿赂我呀 可我已经有老师送的二十四桥明月夜了 这个你自己留着 或者给你孙女吧 燕燕又不喜欢玩这些药草 给她也是浪费 你那个昏倒器虽然不错 却只能装死物 这如意百宝囊 装的可都是活物 也就是说 这小东西 也能放进去不会窒息 新鲜的药草 也能装在里面了 刚才你说不要是吧 那就还给我吧 送出的东西 哪有往回要的 害不害臊 亏你还是封号斗罗呢 小子 我答应过你 只要你治好我的毒 我就帮你做三件事 第一是 不容伤害史莱克学院的人 现在我送你了这如意百宝囊 算不算是第二件呢 这不是你主动提出来要给我的吗 我有问你要过吗 不过嘛 我也不能白要你的东西 这个 就算是回礼吧 这是什么 这是两个铁球 不过是两个能救你命的铁球 就这么两个小玩意儿 不信呢 我试给你看 看好了 这对铁球 名叫子木追魂夺命蛋 一旦受到强力挤压或者撞击 便会立即炸裂开来 释放出这迷魂毒物 这 普通人 哪怕只是吸入一点儿 就得昏睡上整整十天 即使是实力强大的魂师 稍有不慎 也会受其影响 行动迟缓 两胆相撞之后 里面的数百枚化骨神针就会爆发出来 砖破护身钢器 其毒无比 只要被刺中一枚 毒素就会快速蔓延 所到之处 骨化如眠 铁胆为母 剧毒为子 好一个子母追魂夺命蛋 小怪物 这种东西你也做得出来 真不知道你这脑袋是怎么长的 还不赶快拿百八十个的来孝敬老夫 你当这是糖豆啊 还百八十个的 我就做了两个 刚才给你做实验了 谁让你不信呢 什么 就两个呀 那你还事什么事 你直接给我说清楚不就好了 眼见为实嘛 好吧好吧 其实我做了四个 就再给你两个吧 接着 小怪物 那个什么回之比赛 也快开始了吧 你该走了 没有足够的历练 你以后凭什么当上封号斗罗 外面的世界更加广阔 那才是你该去的地方 你吃饭可能 不要 你还欠我两件事 对吧 只要不违背我做人的原则 我都答应 那我已经想好了 你可不许反悔 想好了 臭小孩 你给我站住 是你说药草随我拿的 还想赖账啊 这第二件事吧 就是我要从这里 带走我所需要的药草 你不能阻拦 就这个 也太简单了吧 我答应了 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我说随你拿 可是没让你把我的家底都给偷光啊 根子和种子我都留着呢 要不了多少年 它们还会长出来的 而且 你就要跟我回史莱克学院了 也用不着那么多药草了 那第三件事 我可得好好想想 少废话 快说 第三件事 就是我想请你 到我们史莱克学院 当个高级顾问 不行 老夫平生最恼恨的就是被限制 失去自由 这个已经是原则性问题了 我不能答应你 谁想限制你的自由了 你想来就来 要走便走 挂个名而已 至少这样 我可以名正言顺的见到你 算了算了 老夫说话算数 不与你这个小怪物计较 你不生气了 下不为例 老怪物 其实你来我们学院 真的挺合适的 我们史莱克学院 有名怪物学院 老怪物教小怪物 岂不是美食一桩 没你个头啊 才不赶快带路 我还等着到你们学院之后 我们艳艳接过来 让你治疗呢 老师 麻烦通报一下 老师 各位老师 我回来了 小三 怎么样 他没有为难你吗 没有 独孤前辈对我很好 弗兰德院长 独孤前辈 愿意来我们学院当顾问 什么 不行吗 你说的是真的 他说不会一直留在学院 就是顾问而已 嗯 独孤伯虽然一向肆意妄为 但也言出必行 独孤前辈 您好 我答应小怪物 来你们这里当个顾问 不知道 你们愿不愿意啊 愿意 当然愿意 您的到来 简直令使来个疯壁生辉啊 嗯 既然你们答应了 给我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就行 唐三给你们送回来了 我累了 先带我去休息吧 前辈 您随我来 小三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老怪物居然可来咱们学院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或许是因为我们比较投缘吧 有封号斗罗坐镇 对我们学院来说也是件好事 老师 大家还好吗 小五 你还好吗 他们都很好 这半年来进步都很大 我之前只跟他们说 你去闭关修炼了 你倒是回来的正是时候 戴木柏正在冲击四十几 也许过两天 我们就得陪他去猎杀魂兽 获取他的第四魂魂了 老师 我想去看看他们 你才刚回来 不先休息一下吗 我不累 我还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呢 那走吧 我陪你一起去 二龙 你们先去忙吧 老师 你和二龙阿姨 小孩子别问这么多 走吧 你的伙伴们都在你态环境修炼呢 小三 你和独孤伯之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独孤伯的语气 他似乎欠了你人情 起先是因为独孤燕 将我战胜他的情况 告诉了独孤伯 令独孤伯 对我的八珠魂骨产生了兴趣 这才将我抓走 后来恰好被我发现 他独孔里的一些缺陷 帮了点忙 他这才放过我 还传授了我很多用毒的知识 原来如此 小三 这半年来 你一直跟着独孤伯学独 魂力修炼上有没有跟上 你的伙伴们都是天宗之才 如果你被他们超越太多 就很难追上了 你现在魂力是多少集了 三十七集了 三十七集 你说什么 你的魂力已经三十七集了 是啊 上次在天董皇家学院 那位教委的压力下 我的魂力提升到了三十四集 后来在独孤前辈那里修炼 又提升了三集 独孤前辈那里有很多珍贵的植物 或许是因为那种环境 最适合我修炼吧 我的魂力提升得很快 看来我没有必要担心了 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 就要开始了 说不定在那之前 你也有机会冲上四十七 到时候你们史莱克七怪 想不出名恐怕也难了 小五 你看谁来了 大师 您来了 大师 您来了 哥 哥 你不要小五了吗 怎么一走就是这么长时间 你知道人家有多想你吗 都是我不好 让你担心了 那以后你不能再离开我了 就算要去修炼也必须带着我 好好好 我答应你 哥 你发誓 发誓永远都不离开我 嗯 我发誓 除非我死了 否则永远都不离开小五 小五也发誓 永远也不离开哥 就算是死也不离开 快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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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可不怕你 我们的仗终究是要算轻的 小三 你可算我回来了 再不回来 小五恐怕就要急死了 大家好久不见 让你们担心了 三哥 不是说你带了礼物吗 快拿出来瞧瞧 给代老大的是奇荣通天菊 小傲的是八瓣鲜蓝 胖子的是机关凤凰魁 荣荣 你的是起锣玉金香 你要送给他们的 是从独孤伯那里带回来的药草 以你们的天资来说 用不着走这样的捷径 老师您放心 这些鲜皮药草都是我根据大家的特性来挑选的 主要起顾本陪员 虚出杂志的作用 不会危害到大家的 好吧 我相信你有分寸 不过小三 这次独孤伯虽说与你投缘 愿意到我们学院来当个顾问 但是此人性情古怪 还是不可不防啊 哥 但是你们是说独孤伯也来学院里了吗 老师 小五 还有大家 别担心 独孤前辈人还是不错的 而且他答应了我 不能伤害史莱克学院中的任何人 大家放心吧 朱青 我给你选择的这株仙草 乃是仙品中的质宝 有生死人 肉白骨 夺天地造化之效 但是 想要吃下这株仙草 你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我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 我明白了 谢谢三哥 四草名曰 相思断肠红 关于他 还有一个奇美的传说 在很久以前 有一少年 生性甜淡 醉细浮花植木 满园青莲合偶 万子千红 平时对花银额 举杯妖月 一遇花落残红就无限哀伤 必把花片扫及 挖地埋葬 再三垂类 常言道 行动天地 他这种爱花良品 感动了天上花仙 私下凡尘与他结为夫妻 谁知好景不长 天神得惜此事 大为震怒 以仙凡不得相配 施令把花仙调回神界 那少年自从失了爱旅 终日长须断探 郁郁寡欢 废弃花时 于是强倒离他花木阑珊 园中一片凄凉 某日来了一位白发老人 告诉他花园中他心爱的那株白牡丹 就是他爱妻的化身 只需把花毁去 花仙就会失去仙体 折将凡尘与他重结夫妇 但千万不可毁弃花式 岩碧化作一阵清风而去 少年顿然醒悟 生毁自己薄带群花 又细心照料花草 可他虽然心爱妻妻 却不忍把牡丹花焚毁 此时更加爱妄 日夜对花隐气 泪干心碎 相思断肠而足 他临终之时 立写在花瓣上 你们看那烟红血字 就是那少年的鲜血 相思断肠 两情疏途 花非凡品 责主而是 采摘之时 必须想着你心爱之人 取一滴鲜血 滴在花瓣上 如果稍有三心二意 纵然失血致死 也休想把花摘下 花下时明无绝 如若强行回去 这株相思断肠红 也同样会要理全尸 花取笑后 只要在主人身边 就永远不会凋零 可我 朱青 虽然我不是十分清楚 你和戴老大之间的事 但在我们七个人中 你们却是唯一确定下来的情侣 所以 我把它带来给你 希望你能成为这有缘之人 可爱 如果有什么事 就去 perception 小山 莫真是 干这个 这个 我 咱们 比喜欢 呀 怎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对不起三哥 我心有旁骛 与此话无缘 朱卿 你无需道歉 老师 您和二龙阿姨情深意重 不妨一试 这等仙草 我吃了又能如何 若真有缘 我也将永远留他在身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尔龙 我的妻子竟然是王 二叔的私生女女 她也又成了我的堂妹 我到底还是放不下 小五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三哥 那眼神专注真振纯净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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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我才是这有缘之人 哥 我终于明白了 哥 那个传说一定是真的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小五 你吃下她吧 她会给你最好的帮助 不 大师说得对 这样一株仙草 又怎能让人舍得将她服用呢 你不是说过 只要她认主后 就永远不会凋零 我要让她一直陪着我 爱她 怜她 可是 哥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努力修炼 不会被大家拉下的 那你就好好保护她吧 她也会一直守护着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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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究竟要不要离开她 如果不离开 恐怕那和她一起回来的封号斗罗 迟早会对我不利 不 我不能走 我发过誓永远都不离开她的 只有和她在一起 我才能感受到妈妈说的幸福 爽 真是太爽了 爽 真是太爽了 五级 我的魂力提升了五级啊 鬼叫什么 不就五级吗 我还升了六级呢 这仙品药草也太神奇了吧 以后还苦练什么呀 不如天天吃花草算了 你就别做梦了 小三说过了 过犹不急 不要吃多了 一样有害 我就这么一说嘛 柔柔 柔柔 快看 一二三四 你的七宝琉璃塔怎么变成九层了 竟然变成了九宝琉璃塔 难道启卢玉金香 就是突破我们宗门修炼极限的秘宝吗 你们都吸收好了 三哥 三哥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我不知该如何回报你的恩情 三哥 我的七宝琉璃塔 已经变成了九宝琉璃塔 也就是说 我再也不必受到家族传承的限制了 别客气 我们是伙伴呀 他是不是看出什么了 三哥 你这是什么技能 刚刚我怎么突然看不见了 蓉蓉 蓉蓉 你没事吧 对不起 我一时没收住墓里 这是我的子鸡魔童 托望穿秋水路的功劳 提升到了戒子境界 唐门里 戒子之境的子鸡魔童 是存在的传说 没想到 竟然有堪破一切迷雾之呢 小五啊 哥 恭喜你 你要是肯服用这株相思断肠红 应该比我们谁提升的多快 我才不舍得呢 我要永远将它留在我身边 好 竹青 你的魂力提升了多少 似乎 似乎是七级 没想到 你的水仙玉姬骨 效果比他们的还要好 小三说的果然没错 他很适合你 可是 这原本是为你准备的 我却 他就该是你的 我也好有相思断肠红作伴 害怕你羡慕我呢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火焰中的灰红之气 我的凤凤凰火焰纯净了许多 我终于是一名真正的凤凰魂尸了 死胖子 又在自吹自雷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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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放开我 快放开我 快放开我呀 你明明这么在意我 还要走吗 我不会放开你了 化言巧语 还是留给你的那些情人吧 竹青 你没发现 我最近纯洁的跟唐三一样吗 等你什么时候真的能像三哥一样 冰清玉洁一尘不染 再说 小三 多谢你 我四十级的评级总算是突破了 不过你看看 你什么时候有空教教我 怎样才能冰清玉洁一尘不染 那我看你是没机会的 就是啊 大少 只有我哥 才算得上是冰清玉洁唐三少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老师 您感觉如何 三十多年了 没想到 困扰了我一生的瓶颈 竟然在今天突破了 九瓶子枝 看来 还是我小看了外力的作用啊 老师 您突破三十级了 恭喜您 说不定 您以后的修炼 就能一日千里了 混事的修炼 随着年龄增大 而越发困难 我还能有几年呢 我早已放弃成为一名强大魂师的期望 只有你们 才是我的希望 好了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好好修炼 继续吸收巩固自己的力量 且不可急于求成 七天后 我和穆白再去猎杀魂兽 获取魂环 是 蓉蓉 想 小心 第一魂技 白虎不身杖 大家小心 嗯 三 飞 相助飞飞摸摸摸掌 你 嘿 嗯 九宝有名 一约立 二约素 第一魂技 央风 第二魂技 幽冥白掌 第二魂技 白狐烈光波 第一魂技 凤凰火线 住手 住手 我是赵老师啊 第三魂技 诸王叔父 快死了 啊 啊 呀 哈 哈 哈 啊 啊 啊 你干嘛攻击我们呀 我不过想考验一下你们 谁知道你们出手这么狠啊 我 你们的确进步很大呀 老师我很满意 对不住了赵老师 小刚 是我输了 看来这帮小鬼合力 确实能赢过赵无极了 不过我现在没钱 先赦着了啊 好啊 你们居然拿我下毒 等等 什么叫他们能赢我 那是我让着他们的 不信我们再来比过 好了 你们也不要得意忘形 须知真正要取你们性命的敌人 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对了小三 独孤前辈找你 老怪物找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小怪物 你来了 小三 那我就先走了 爷爷 你把这个小混蛋叫来干什么 还有 您为什么要来这个破学院当什么顾问 就算要当 也应该去我们天斗皇家学院 好了 爷爷 以后别小混蛋小混蛋地叫 你看看你 都多大的人了 还像个小孩子 唐三比你小 心态却比你成熟多了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上次真是我大意了 要是再来一次看我不打得他满地找牙 那你得抓紧时间了 再有半年就是全大陆高级混师学院大赛 我们都在天斗城赛区 大概很快就会碰上 你 你们给我等着 上次你们偷袭天恒的战我还没跟你们算呢 小怪物 别认我不管 你可不能伤了我孙女 不然 我跟你小子没完 爷爷 他怎么可能伤到我 您这不是长他的志气 灭我的威风吗 您这么向着他 该不会是收了他当徒弟吧 燕燕 你知道他现在的魂力多少级了吗 三十七级跟你差不多了 半年之内 说不定这小怪物就能突破四十级的瓶颈 你和他一样是控制系魂师 但我可以肯定 你绝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你们小看了这个小怪物 绝对会吃大亏的 实力如何 回头擂台上见分晓吧 老怪物 这是我调好的药 给他找到魂骨后 你让他每天自食吃一次 连吃七天 把毒素输到进魂骨就可以了 我先走了 改天再来看你 小怪物 我现在心愿已了 也是时候离开了 你要走 有些事情要去处理 如果回来得快 也许还能赶上你们的比赛 你可别忘了 不许你伤害燕燕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不过 你最好也提醒一下他 别来惹我 老怪物 你多保重 别忘了那两颗铁胆 你也保重吧 小三 这次弗兰德和二龙 陪我和穆白去猎杀魂兽 暂时离开学院检验 这段时间 你们先去学院高级班学习 不要懈怠了 放心吧老师 我们一定好好修炼 三哥 我也请假回家一趟 小五就交给你了 再见 走吧 我们去上课 嗯 嗯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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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道皇家学院的人 一副生气凌人的样子 真让人不说 嗯 哼哼 等到了高级浑石学院大赛 一定要他们看看 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实力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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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 虽然我们实力不输 但造型上已经先输了 没错 造型上 我们已经被踩在脚底下 反复容力 来回碾压了 这难以言喻的颜色 这圣鬼莫测的设计 没看出来 不然对院长的审美这么糟糕啊 想想半年后 我们还得穿着新校服参加浑诗大赛 当着万千观众的面 对了 你们一直在学院里修炼 这边的教学制度有什么不同吗 也没什么不同 就是女魂师挺多的 据说都是因为养魔二龙副院长才来的 学院里一共有六个班 按魂力等级划分 只要等级达到了就能跳级 我们几个都是三十多级的 都带高级班 高级班钻上我们也才三十几个人 而且他们大多数都那么大岁数了 像他们那样 哪有可能当上封号杜罗呢 好了哥 别和他们在这儿默契了 走 我带你去教室 太龙 太龙 这 是三十几天啊 啊 就像我说的 你可以有这种方法 有什么事吗 小子 你是新来的 不知道咱们高级班的规矩吗 规矩 你难道不知道 小五身边是不能做人的吗 谁允许你坐在这里了 我 你们闲得没事干是不是 都滚开 否则别怪小五姐我不客气 小小小五 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 你别管 我让着你可不是怕了你 难道你以为我这学院首席的位置 是白坐的吗 学院首席 这是哪来的相巴佬 连首席都不认识 首席可是全学 全学院所有学院中 最厉害的那个 原来是这样 难道这人比代老大还要厉害 看来要小心了 小子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是和我单挑 打赢我 我就承认你有坐在这里的资格 二就是立成语单 找别处做去 单挑 就现在 对付你这样的小毛孩 难道还要挑场合吗 放心 我也不欺负你年纪小 我不用第三魂级 天作孽 有可输 自作孽 不可活 那就来吧 唐三 武魂蓝银草 三十七级 控制系战魂尊 请指教 什么 你有三十七级 他是不是不敢呀 太龙 武魂大力猩猩 三十七级 强攻系战魂尊 请指教 他算是完了 要是董基比强哥高 加油 倒还有一战之力 老大加油啊 回去来赢走 回去来赢走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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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怎么就打进来也不知道啊 我 哼 是 你看你看 吵什么呢 上课了 小三 你怎么第一天来就欺负同学 对不起少老师 我这就解开他 老师 刚才是我向唐三提出挑战的 唐三 我不服 我们再比一次 你有完没完啊 力量行魂是向控制行魂式挑战 你脑子进水了吗 可我 有本事我们都不用悟魂 凭借肉体单条 好 住手 你们当这里是斗魂场吗 现在是上课时间 有什么矛盾 下课后 自己找地方解决 这 下课 我等你 哥 这个泰伦老是纠缠我 一会儿你帮我好好教训他一下 他纠缠你 就是老找我献殷勤 我才懒得理他呢 为什么小五受欢迎 我会这么不高兴呢 下课了下课了 下课了 下课了 总算下课了 哥 天斗城有好多好吃的 我们去转转好不好 好 那就去吧 不知道胖子小傲他们去不去 但他们有什么意思啊 他们俩都那么猥琐 别管他们了 救我们俩 小五 就算你怕我们破坏你们的二人世界 也不用这么损我吧 我这么英俊潇洒 风流倜河 玉树连风 哪里猥琐 唐三 跟我来 他还有完没完了 三哥 要不要我来收拾他一下 不用了 你们先走吧 你 干什么 这 这 我 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吧 你服了吗 不服 那我就打到你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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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龙也够顽强的 被你说了一百多次还想继续呢 要不是我卸了他关节 还不知道要和他僵持多久 不过正好 他以后应该不敢再纠缠小母了吧 走吧 吃饭去 哥 你快看 那是什么 好怪的大球啊 那好像是拍卖场吧 上面的标志应该是拍卖场专用的拍卖锤 拍卖场 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我记得大师说过 只有在两大帝国的首都才有最高贵格的拍卖场 里面甚至连魂谷都有的卖呢 那也得先把饭吃了再去啊 可是 好像每家饭店都满足了 那都怪太龙那个家伙 待会我们这么久 哥 那有快餐 我们随便吃点 然后去拍卖场吧 老板 你这饭怎么卖 小姑娘 我这盒饭好吃不贵 两个同魂比一分 怎么样 那就来两份 对了 你把我那份的肉多给我割 这怎么成 你也该多吃点 我不要紧了 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大师说过 你们男人要多吃肉 不然会没体力的 小五 不论以后发生什么 我都会像现在一样守护在你身边 你永远都是我最真爱的小五 好了 我知道你疼我 咱们快吃饭吧 有精神力残留在这一带 自己磨铜 好可怜 哥 哥 究竟是什么样的宝物 让人不惜杀掉拍卖场的护卫也要夺取 难道是 黄蛊吗 黄蛊 黄蛊 站住 现在人等不得入内 这里是拍卖场吧 我们想进去看看 对不起二位客人 请问你们是否持有竞拍资格认证呢 竞拍资格认证 你们连竞拍资格认证都不知道 难道实现擅闯吗 只有拥有竞拍资格认证的客人才能进入拍卖中心竞拍 资格认证的准入门槛是一万金魂币资产证明 这也是为了避免有人恶意竞拍 还请两位见谅 就没有其他能够进入的办法吗 如果是卖东西的话也可以进入 但所卖物品必须经过我们天斗拍卖场鉴定师鉴定 价值要超过一千金魂币 那我们就拍卖这个吧 这是什么 一种武器 两位里边请 这两位贵宾希望能将此武器进行拍卖 鉴定师 这两位贵宾希望能将此武器进行拍卖 此武制作十分精巧 请问这是什么武器 能否展示一下 我叫它寒沙射影 而且有毒 有毒 此武器威力较大 是否有合适的环境可以展示 请 请 请 此钢板恐怕不堪一击 你可能不信 此钢板已经测试不下百次 坚固无比 从未损坏 放心吧 好霸道的武器啊 威力 虽比诸葛神弩弱了一些 但如此传透力 已经不是普通魂石所能抵挡 寒沙射影装满钢针之后 可以发射三次 每次伴随迷药类毒物 钢针魂神附带麻痹性毒素 即使是三十几以上 不抗毒能力的魂石也很容易中招 贵宾 这么精巧的武器 却是我生平谨鉴 我准备给他 一千金魂币的起牌价格 您一下如何 一千个金魂币 没问题 现在我们有权参加这里的拍卖会了吧 那是当然 慢走 这次拍卖会可能有些稀奇的宝贝 我也这么觉得 先戴上面具再进入拍卖 这是为了客户们的安全考虑 三万五 这位白色贵宾出价三万五 另一位黄色贵宾出价三万六 还有没有更高的了 三万六一次 三万六两次 三万 这位红色的贵宾出价三万七 这边请 狗眼看人低 走 这里的服务员对人都是如此 倒不是针对你们 都是如此 什么意思啊 这些服务员很小的时候 就被拍卖场买下进行训练 他们不仅是这里的服务人员 也是拍卖品 面无表情是因为早已没有了心 没有了灵魂 那岂不变成奴隶了 可是 两大帝国不是禁止奴隶买卖吗 天斗拍卖场 没有不敢卖的东西 他们多少钱一个 你想买了他们再还他们自由 那不过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 为什么 他们已习惯生活于精致的雀龙中 并不得不依赖它 得到自由后 没有求生技能 没有心和灵魂 该如何生存 等待他们的 只有迷茫和枯萎 温倒器 四万三千金魂币 成交 你们这么小就来拍卖场 是想买什么东西吗 我们不是来买东西的 是卖东西 下面进行拍卖的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真品 请有一者注意 尤其是男性贵宾 尤其是男性贵宾 来 可能世界西是不 可能世界西是不 为什么 或许大家会奇怪 为什么这样一个女孩子 居然和我们拍卖场训练多年的美女们 一个价格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她的特殊 没错 这是一名不可多得的猫女 五魂觉醒时身体发生了变异 拥有了一些猫的形态 如果能拥有这样一个美女猫作为宠物 那是何等的幸福 各位贵宾 出嫁了 这群混蛋竟然把人当宠物买 就算救下一个猫女 以后或许还有猫女 狐女 难道每个都救下吗 失去了灵魂的拯救也没有意义 这还有灵魂的遇到了怎能不救 十一万精魂币 十二万精魂币 这边十三万精魂币 十七万 有位红色贵宾出嫁十七万精魂币 有没有再加加的 你的眼神已经足以告诉我很多事 白色贵宾出嫁十八万 我倒要看看 是谁敢和我枪 是谁敢和我枪 那不是气宝琉璃 走 拍卖场有拍卖场的规矩 可以继续了吗 可以 当然可以 十八万精魂币两次 十八万精魂币三次 成交 叔叔 谢谢你 不许此行 我们再看最后一件拍品吧 爸 你回去吧 这是我们学员之间的事 你这一来 岂不我更丢人 儿子被人打 当老子的钥匙还能忍 我就不配被称为大力王太诺 我倒要看看 是谁连我太诺的儿子都敢揍 爸 你这样会让我很难做 以后我还怎么在学院继续修炼 你被打成这样学院都没人管 等我抓着那个小子 非要去找你们老师评评理 这个 老爸 是我挑的事 跟唐三没关系 还有脸说 小事还让人走成这样 真丢人 孙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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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哥 这不是我们的寒沙射影吗 寒沙射影 好名字 这件拍卖品是最精巧的武器 体积小 威力权十分惊人 瞬间发射三十六根钢针 一物掩饰 十五米范围内能够换穿一厘米厚的钢板 并且催有麻痹性毒素 起拍价 一千金魂币 这件倒是我喜欢的东西 有人立刻给出了一万金魂币 叔叔 你是不是按错了 不能让你们亏了 我加价后恐怕就没有人来竞价了 一万金魂币一次 一万金魂币两次 一万金魂币三次 成交 您花了一万金魂币 买我的寒沙射影 也不能让您亏了 这个无声锈剑也送给您吧 堂门 我怎么从没有听说过 堂门只有我哥哥一个人 你当然没听过 这两件武器都是你制作的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向你大量购买寒沙射影和无声锈剑 大量购买 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 如果你们有兴趣 我带你们到我的宗门去看看 谢谢您的好意 不过我们今天还有别的事 有缘再见了 好 有缘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小五 我们走 宗主 我们该回去了 是该回去了 金叔 我们走吧 太龙 你都这样了还不服 翻什么白眼 你们谁是堂三 我就是 原来是你这小兔崽子 你是太龙的父亲 不错 我就是大力王太诺 打了我儿子 我出来要让你给我个交代 太龙 要是我们把你爸爷打了 是不是你爷爷也该出来了 这是怎么了 这是我记住的好话 小五 你别误会 是我爸看到我的伤 所以才 不过要真是我爷爷来了 那就麻烦了 哼 红颜祸水 等我收拾了这小子 再教训你 你敢侮辱小五 好强 他还没有用魂力 我都要看看 你能切我几招 分金错骨手 能够正面抗准分金错骨手 遗书罕见 更可怕的是他的力量 哪里醒醒啊 小子怕了吧 我先打伤你的腿 再带着你去找学院老师 看下次你还敢欺负我儿子 要打就来吧 儿子被打了 老爸站出来 好 第一魂剂 激增 好 第一魂剂 激增 我的第一魂剂激增 能将魂力提升四分之一 第一魂剂缠绕 他的力量还在提升 第二魂剂凝聚 凝聚能够在第一魂剂的基础上 再提升两层力量 力量整体体一半 小子还挺滑了 第三魂剂 力量之人 这一次 他的力量整整提升了一倍 好强的力量 还能够 那我就把力量提升到你躲无可躲的地步 第四魂剂 力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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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倍力量 一所不尽 立志阵 不然你用毒 毒本来就是我能力中的盈利 你还要打击 你 你 父亲 唐三 我跟你拼了 回应你走 海龙 你要是不想你父亲死 就立刻收手 否则我没法救他 天哪 太厉害了 毒素 毒素我已经收回 你父亲这几天 应该会比较虚弱 回去以后休息三天的时间 不要动怒 不要使用魂力 自然就能恢复了 还有这个大坑 是你父亲造成的 你们自己解决吧 哥 等我 人家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爸爸却不在 骨头爷爷 你说爸爸 是不是故意躲着我 我的小公主 你就别生气了 你爸爸 估计也快回来了 我不管 反正等爸爸回来 一定要让他送我点好东西 骨头爷爷 你可要帮我说话哦 听说我们的小魔女回来了 快来让爸爸看看 丫头 干嘛背对着爸爸 快一年了吧 爸爸可是很想念你呢 想我 才怪 你爸爸得我不在家呢 来 丫头 让爸爸抱抱 剑爷爷 剑爷爷 人家想死你了 乖 我的小宝贝 你可回来了 剑爷爷想你啊 想得不得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不信你问你骨头爷爷 可是刚才骨头爷爷跟我说 他比你想我想的要多一点点 他胡说 明明是我想你更多一点 你才胡说 不服气啊 走 找地方单挑去 好了好了 剑叔 胡说 你们都打了一辈子了 容容刚刚回来 今天就算了吧 哼 大香肠叔叔 又不在宿舍 虽然身体在冰火两一眼中经过锤炼 又有八角玄冰草 和烈火性交输的改造 但二十一级的势力差距 果然还是难以弥补的 不过 今日一战也让我确认了一件事 八珠魂骨的另一项能力 吞噬 八珠魂骨能够吸收对手的魂力 吸收以后 大约能保持一小时的时间 哥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受了点震伤而已 怎么能没什么呢 泰诺可是一名魂王啊 哥你可是跟一名魂王打了一架啊 还获胜啊 太龙他们家还真是互端 哥 你说这次你把太龙的爸爸给揍了 他爷爷会不会真的出来 大翔庄叔叔又不知道跑哪去了 每次需要他的时候都不在 小五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要修炼一会儿 缓和静脉的创伤 不 我不走 我在这里守着你 否则再有人来找麻烦怎么办 哥 你修炼吧 我给你护法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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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谁想荣荣想得多一点 好了 荣荣 快过来 让爸爸看看 谁说爸爸不想你 爸爸可是给你准备了礼物 礼物 是什么 好快的生发 荣荣 你现在魂力多少级了 爸爸 女儿自治平平 这一年来就算刻苦用功 也才生了十级 才十级 那荣荣你可要努力 你说什么 十级 是啊 我走的时候是二十七级 现在三十七级了 三十七级 荣荣 你可不要骗爸爸 爸爸不相信人家 人家虽然有三哥给的起螺玉金香帮助 怎么说我也很努力地修炼的 起螺玉金香 半个月前 三哥给了我这株神奇药草 在他的帮助下 我的魂力一天之内就提升了六级 一天 六级 那究竟是何等仙草 或许啊 只有独孤伯那老独知道 不行 风质 我们必须要赶快检查一下荣荣的身体状况 万一他的魂力提升是以付出生命力为代价 就糟了 骨头爷爷 爸爸 你们不用紧张 三哥说了 起螺玉金香是仙品 不会伤害身体的 不信 你们看 七宝转出有琉璃 九层九彩 九宝琉璃塔 九层九彩 九宝琉璃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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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您好点了吗 儿子 你说的并不冤枉 连你老子都被弄成这样 难怪你会打不过他 那小子的底细你知道吗 他是今天第一天来上课 我 我看他坐在了小五身边 就想和他单挑 您也知道的 我很喜欢小五 瞧你那点出息 怎么跟当年的我一样 爸爸 你也 不 是说你怎么这么窝囊 连个比自己年纪小的都打不过 但是 爸 你不也没打得过唐三吗 你小子 别养了是吧 不不不 您儿子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那唐三实在太强了 强得过分 难道 他是七大宗门的人 先回家再说 在我印象中 没有哪个宗门是以兰银草为武魂的 回去问问你爷爷 或许他知道 爷爷 不用了吧 老爸 我们爷俩这么丢人要让爷爷知道了 他还不狠狠地收拾我们 何况 万一他老人家也和您一样 跑到学校里来 怎么 有意见 没 没有 爸 爸 七宝琉璃塔 虽是最强的辅助系武魂 却有着一个难以弥补的缺陷 他只能容纳七个魂魂 虽然在七宝琉璃宗的传说中 也曾有过九宝琉璃塔的传闻 但今日得见 还是令人难以置信 爸爸 骨头爷爷 剑爷爷 现在你们信了吧 蓉蓉 你说的那个三哥 究竟是什么人 爸爸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 我的礼物呢 这是我今天在拍卖场买到的 这两件武器 威力虽然不算很大 但也能起到一定的护身作用 寒沙射影 无声绣剑 爸爸 你怎么会有三哥的暗器 这是你三哥做的 原来是他 你看 这不是一样吗 我还有几种威力更大的呢 对了 这次回来我就想问您 这些暗器能否装配到 我们家族的直系族人身上 要是用得好 威力可是很大的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这个三哥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天才 三哥 他只是我们史莱克学院的一名同学 要是他真的那么出色 或许可以做我们孙女婿的人选了 剑爷爷 您别乱说 三哥已经心有所属了 而且我也 我也 要不 我们去外面 我把这些暗器的用法证实给你们看 我把这些暗器的用法证实给你们看 我们去外面 我们去外面 蓉蓉 你想怎么展示 剑爷爷 不如您来试一下吧 您这么厉害 一定不会被暗器伤到的 你剑爷爷 这把老骨头 可不如你骨头爷爷皆是 不如让他来 你个怂男 我来救我来 再有一句你还来劲了 一边去 剑书 古书皆是封号斗罗 等级更是分别高达九十六级和九十五级 但这两人闹起脾气来 还是跟孩子一样 我来陪我们孙公主 丫头 你放手使用那什么暗器吧 爷爷防御就是了 那么 锦义爷 你要小心喽 这是无声绣剑 声东击西 剑鸡 诸葛神奴 提起为剑 力道好强 寒山摄影 毒的来了 看我剑鸡 剑鸡好厉害哦 这暗器果然厉害 尤其是那个带声响的弩剑 冲击力很强 四十级以下的魂尸 如果稍不注意 根本就无法抵挡 那是当然 我们在动魂场上 靠他打败过一支四十级的魂尸队伍呢 躲脚弩 雪仙飞刀 还没完呢 好快 我身如剑 哇 剑爷爷好厉害啊 你也很厉害啊 连爷爷的武魂都逼出来了 这暗器果然有独到之处 嗯 没错 三哥说过 暗器就是要突然趁敌不备 才能发挥出最大威力 准备花招弩 剑爷爷 你 蓉蓉 跪下 啊 啊 首帝 你这是干什么 是陈兴这老家伙自己没本事 怎么能怪我们容领啊 啊 剑爷爷 容容错了您惩罚吧 哎 蓉蓉乖 不哭 这事怎么能怪你呢 我们说好是试验暗器的吧 你并没有做错什么呀 而且我现在没事了 宗主 这暗器果然厉害 如果可能 我们务必要请制作这暗器的小伙子 加入本宗 蓉蓉 这件事 你暂时不要对宗门内任何人说 明天我就跟你到史莱河学院走一趟 好好会会你这位三哥 爸爸 您不怪我了吗 爸爸怎么会怪你呢 刚才是爸爸太急了 内附的疼痛已经完全消失 在冰火两一眼的作用下 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星交属 果然将我开造的异常阶韧 果然将我开造的异常阶韧 自己魔通的修炼更少一层 已经进入了第三重戒子状态 不仅此金魔通得到提升 玄天弓也有所进步 按照这个速度 玄天弓练到最高层次 也并非遥不可及 哥 今天课好难 我能不能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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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听懂 我能听懂 是唐三 这是怎么啦 我能听懂 你可是打赢了一个魂王啊 怎么能不被注意 你看那些女同学们狂热的眼神 真是让人惹 真嫉妒 大香肠叔叔 你暴露了 花心大萝卜 别瞎说 我对蓉蓉 一往情深 那我送你两个字 真诚 真诚 你只有让人家感受到你在真诚对待 别人才有可能 以同样的态度对你 小鸥 你自己可能不觉得 蓉蓉看你和看我们的眼神是不太一样的 如果你足够真诚 是可以得到回馈的 陶三 快 快去看看吧 是太龙 太龙他们又来了 他们还没完了吗 太龙的父亲也来了吗 不 不只是太龙的父亲 太龙他爷爷也来了 不会吧 挑这个时候来 弗兰德院长 柳二龙副院长 都跟着大师和代老大去猎杀魂兽了 小五 你去找赵乌吉副院长 小鸥 我们出去看看 超级恢复大厢城 以备不时之需 你看 有什么事 没想要离开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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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去吧 你走 再给我走 再给我走 我来 你走 我来 我来 你走 我来 谁是汤三 我就是 我就是 励志一族的宗主泰坦 昨天是你打伤 我的儿子和孙子 是我 好 你打伤了 我儿子和孙子 是他们没本事 但却不是我励志一族无能 我不会一大欺小和你动手 他们打个赌如何 赌什么 石柱可是铁精铸造 这香能够飞跃数十米距离 钉入石柱 而香本身没有任何破损 这老头的势力真是可怕 我不出手 也不释放武魂 只要你能在我释放的魂力压力下 支持到香燃进 就算你赢 我让我儿孙给你磕头赔罪 否则 你必须加入我们励志一族 这不公平 你们输了 你儿子和孙子只需要磕头赔罪就行 虽然丢人了点 但对他们来说也没什么损失 能拖一秒 是一秒 要是小三输了 却要加入你们的家族 被限制一辈子 这叫什么赌约啊 那你想怎么样 简单 如果你输了 就让他们加入唐三的家族 你也有家族 有 我的家族就叫唐门 唐门 我没听过这个宗门 可能是个不出名的小宗门吧 好 就此说定 如果我输了 我的儿子孙子就加入你的唐门 小三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前辈 请 听说太龙他爷爷来了 走 过去看看 走走走 加油加油 加油 好强 跟当初的智灵魂斗罗完全不一样 如果说智灵魂斗罗带来的压力 像绵绵不绝的长江大河 那么 这位老者的压力 就像惊涛骇浪 莫非 他也是一名魂斗罗 这小子 居然承受住了我的第一级 他真的只有三十七级吗 既然如此 你 赵老师 你快去阻止他们 赌约已成 什么事 都要等到他们赌约结束之后才行 只是 消散的对手怎么会是他 您认得他 胎龙的爷爷 当然认得 当初 我就是因为无意中打上了他的祖地 被他四处追杀 这才和弗兰德 一起去办了史莱克学院 他比您还要厉害 是的 老家伙的实力在八十级以上 如果是其他魂斗罗 我还有信心一拼 但是他是一名纯力量型魂师 担论力量 甚至比大部分封号斗罗都强 拔诸魂谷 那是 火纹狗 而且还是外赴火纹 这小子果然厉害 事到如今 更不要让别人知道 你是双生无魂 要输了 真的要输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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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认输了吗 不 这是 软软 软软 七宝流离 六月增 我当是谁 原来是骨斗罗和宁宗族大将 老夫有礼了 老星星 给兄弟个面子 这场赌斗就算了嘛 好 这个面子我给了 这场赌约就此做罢 这么给面子 老星星 这可不像你风格呀 老骨斗 你看清楚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是 浩天 知道就好 我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你们恐怕也只能自讨没趣了 好柔和的力量 受孙的身体在不断修复 不止如此 受刚才魂力冲击 和这股柔和力量的作用 奇经八脉中的杨维一脉 也被打通了 哥 你怎么样 已经没事了 是您 我们果然有缘 爸爸 你们认识 您好 宁宗主 叫我叔叔便好 你叫唐三 你的父亲明慧可是唐号 您怎么知道 老奴太坦 参见少主 少主 前辈 您干什么 快起来 诸位贵客 大驾光临史莱克学院 在下碧院副院长赵无极 诸位 不如禁院一续 原来是你小子 老夫找了你好久了 那件事以后再说 快找件静事给我们 我要与少主相谈 前辈此言有理 诸位里面请 谁让你们居在这里的 还不快回去上课 好 小三 你先回去换身衣服 然后到四楼会议室来 嗯 这么重的伤 居然很快痊愈了 七宝琉璃塔 不愧是最强的辅助系武魂 泰坦前辈的实力真强 至少也是魂斗罗几别 他认识爸爸 而且 老奴泰坦参见少主 一切疑问都会有答案 我给七宝琉璃宗和立志一族 分别安排了两个房间 先去见谁由你决定 记住 待会他们无论跟你说了什么 你都要冷静 谢谢赵老师 您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把他都给大家补充 还要干吗 您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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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奴伤到了少主 请少主责罚 前辈 您先起来 我不是您所说的什么少主 我只是凭您出身 尊负名慧唐号 正是老奴主人 少主又有浩天锤在手 老奴怎会认错 您说什么 浩天 老奴不会看错 方才少主左手所持 正是浩天宗直系一脉 独有武魂 浩天锤 这是浩天锤 来 把你另一个武魂 释放出来我看看 唐三 姓唐 以后不要轻易地在其他人面前显露 原来老师一开始就知道了 那他又为何要我隐藏 前辈 你能不能先告诉我 我父亲究竟是什么人 主人 什么都没有告诉少主吗 少主 还是你先将以主人这些年的经历告诉老奴 如果主人 如果主人没说过 老奴也不敢多嘴 我和父亲从小生活在圣魂村 父亲是村里唯一的铁匠 每天除了工作之外 他只有一个爱好 喝酒 铁匠 主人 主人 您怎么能沦落到这种地步 当初 您可是 前辈 这是您认识的自己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亲在我六岁那年 留下了这封信 离开后就再没有回来 小三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走了 不要去找我 爸爸是一个无用的人 你渐渐长大 爸爸需要去拿回一些 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我是他 是主人的自己 总有一天 我们父子二人会再相见的 我希望你变得强大 但又不希望你变得强大 自己的路 你自己选择 如果有一天 你觉得魂师这个职业不好 那就回到圣魂村 像我一样 做个铁匠吧 五念 唐浩 主人啊主人 你怎么能说自己 是一个无用的人呢 在劳奴心中 您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我爸爸真的出生于浩天宗 他为什么又会和我生活在圣魂村呢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请您告诉我 少主 当年主人的事 老奴也不清楚 您只需知道 主人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是这个世界上最强横的存在 就已经足够了 我李之一族 原是浩天宗四大附属宗族之一 因为主人而离开浩天 在天斗城自立 今日少主献士 我李之一族自当归父 本族共有魂师 二百一十七名 皆可为少主孝死 愿为少主孝死 前辈 您是太龙的爷爷 我和他又是同学 年纪比他还要小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我就叫您一声太爷爷吧 可是 太爷爷不要推辞了 我现在要去见宁宗主 咱们就此别过 关于我身世的事 还请您代为报名 少主 您可要小心宁宫志 当初主人曾说过 宁宫志 是个有大才的人 太爷爷放心 我自有分寸 您好 宁叔叔 让您久等了 没什么 坐吧 小三 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您是荣荣的父亲 当然可以 我听荣荣说了你的事 上次在拍卖场见到你 也是印象颇深 今日一见 没想到你竟是故人之子 你认识我父亲 全大陆最年轻的 封号斗罗 在整个魂世界 也没几个人 没听过他的名字了 封号斗罗 令尊失踪多年 不知现在何处 我也不知道 父亲身在何处 八年前 他就已经消失了 泰坦前辈说 我父亲 是浩天宗的人 也许 他在浩天宗吧 不 他绝不可能 在浩天宗 为什么 死中原有 我不清楚 也不能说 只有你父亲 有权告诉你一切 小三 我此次前来 本义是想招你入宗 但你既然是故人之子 显然不可能了 不过 叔叔对你所制作的 暗器很有兴趣 不知道 你愿不愿意将 这暗器的制作方法 卖给我们 价格 你可以任意开 这不可能 暗器制作的方法 我是不会卖的 但我答应过荣蓉 可以将暗器 卖给贵宗 锻造的程序 可以交给你们 但最后的制作合成 必须由我亲自来完成 这是为何 一是因为这些 暗器的制作方法 研究不易 我不想败 另一点是 要交出 能够制作这些 暗器的工匠 至少需要数年时间 我还需要修炼 时间并不充裕 你说的也有道理 不知道宁叔叔 想要哪些暗器 荣蓉身上的暗器 我们都看过了 就按照他身上的装备 那样 我要五百套 每一套 我出一万金魂兵 你看如何 价格没问题 但有一点 我要事先声明 在这套暗器中 不包括荣蓉右手上的 飞天神爪 我可以把它换成 另一件无声锈剑 因为飞天神爪 并不是暗器 而且材质要求极高 不易制作 飞天神爪 之前没看到荣蓉掩饰过 看来这孩子掌握的暗器 还不止这些 可以 另外 我再额外支付给你 一百万金魂币 作为你送给荣蓉那株 启罗玉金香的报道 我也想问问你 那株仙品你还有吗 如果有 我愿意重金购买 启罗玉金香 是仙品药草 世间罕有 很难再找到了 荣蓉的那株 是我送给他的 怎么能要回报呢 这是无声锈剑 剁脚弩 与削尖飞刃的制作图纸 我事先声明 我只负责最后的组装 这中间零件制作 就请宁叔叔自己想办法了 听荣蓉说 贵宗有专门的铁匠铺 我想这并不难 小子 你很会做生意啊 连零件制作都不管 你这五百万金魂币 也赚得太容易了吧 古书 你这五百万金魂币 也赚得太容易了吧 如果宁叔叔觉得 价格不合理 可以降低 我没意见 不必 虽然我并不是 什么金口预言 但七宝琉璃宗的信用 还是有的 如无其他要事 我就告退了 蓉蓉 你也跟小三一起回去吧 嗯 风之 你怎么看 他真的是唐昊的儿子 不会有错的 想不到 唐昊离开了昊天宗后 还培养出了 这么一个出色的儿子 昊天宗本就凌驾于 七宝琉璃宗之上 如果我们放任 这孩子成长下去 恐怕会成为 不小的威胁 古书 这样的话 以后不要再说了 虽然昊天宗地位 高于七宝琉璃宗 但上三门一向 同气联支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与之交互 但这孩子 如果将来成长 为封号斗罗 我们七宝琉璃宗 可就再无翻身机会了 比之大陆局势 宗门恩怨 又算得了什么 宗主 您这话是 在我年轻的时候 大陆浑世间风起云涌 争斗随处可见 可最近二十年以来 这样的争斗几乎消失 整个大陆 静得可怕 您是说 我虽然只找到了 一些蛛丝马迹 但这些迹象显示 大陆局势将会发生巨变 为此 七大宗门必须团结 我跟你们说 你们是不是有话要问我 我没什么要问 你自己的事 自己处理好就行 我只知道 你是十来客 七怪中的老三 我现在都没搞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想问也没办法 你也从来没有问过 我们的来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 所以我不问 我关心的只是你这个人 你平安回来 我们就都放心了 小五 难道我爸爸 还会伤害三哥不成吗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我爸爸刚才向三哥采购了五百套暗器 当场就支付了五百万金环币 什么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抢极了 你给我 你给我 Aaaaah! 哦? 哦? 嗯? 哈哈 容若 没想到 你这么快就从七宝琉璃宗回来了 我还担心你不回来呢 本来就是我还会回来的呀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不回来 那是 我 怎么了 你说话呀 那我送你两个字 真诚 朗若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答案 答 答案 你心里也有我 对不对 你 你心里有我 就说明我还有机会 我一定会努力的 努力得到你父亲的认可 容若 你怎么在这里 爸爸 你们要走了吗 总门还有许多事情需要爸爸处理 你在这里要听老师的话 继续努力修炼 赵老师 容若就拜托贵学院了 以后贵学院有什么需要的地方 七宝琉璃宗亦不容辞 宁宗主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容若 您慢走 我就不远送了 容若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 是不是病了 没有 我好得很 爸爸 你不多留一会儿了吗 傻丫头 这段时间 你的学业让爸爸很满意 不但是实力的提升 更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以后 你可以多和你的三哥亲近亲近 从他身上 你应该能够学到不少东西 嗯 嗯 不行 我要去找奥斯卡说清楚 只想要让他知道七宝琉璃宗的规矩 在还有 Sóца 在其他程中 都 sul着了 买棵 小丫头 是 烤棉 你 在少年 gli 如果现在就将宗门的规矩告诉他 他会不会自暴自弃呢 如果现在不告诉他 以后 算了 等参加过高级魂师大会后 再和奥斯卡说清楚吧 不要不要不要 代老大 小三 谢谢你 代老大 我以为你会想给竹青一个拥抱呢 小二 你骗了是不是 我抱小三 是因为小三对我的帮助 拿到魂魂后 我才感觉到自己的魂力 真正提升的幅度 已经达到了四十三级 这都是那株 奇荣通天菊的作用 大家都要努力了 不能辜负了小三提供的天地质宝 在这次高级魂师学院大赛开始之前 尽可能地提升到四十几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冠军 对 冠军 小三 你给我出来一下 大师肯定要劝导小三 我有点担心 我跟去看看 嗯 好 老师 你已经知道我身世了 我已经知道了 或者说 我早就已经知道 什么 你不用惊讶 你刚来到诺丁学院之后 我就收你做了弟子 是因为我看中了你的双生武魂资质 但我当时并不能确定 你的另一个武魂就是浩天锤 直到有一天 你父亲亲自找上我 并给了我这个 所以 我希望将小三 托付给你 他是我的儿子 这是武魂殿的最高徽章 那时候我才认出了你父亲的身份 他就是大陆上赫赫有名 也是我的偶像 最年轻的封号斗罗 唐浩 封号 浩天 浩天 斗罗 我和你父亲并不熟悉 他只是交代让我好好照顾你 在这面令牌上 一共有六种图案 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乃是武魂殿的三位封号斗罗 另一部分就是现今七大宗门中 上三门的三位封号斗罗 这上面的剑 代表的是七宝流离宗的 剑斗罗陈心 龙 代表的就是我出身的家族 蓝殿霸王龙 而锤代表的就是浩天宗的浩天锤 浩天宗以门双斗罗 唐孝唐浩两兄弟 曾经令整个魂世界为之颤抖 你父亲获得封号斗罗 那时他才四十四岁 据传闻 他凭借自己刚进入九世纪的实力 连败武魂殿两大封号斗罗 也就是这个牌子上的这朵菊花 与那个人形所代表的人物 菊斗罗与鬼斗罗 爸爸为什么要和两名封号斗罗先后交手 这似乎是浩天宗与武魂殿之间的秘密 可是 爸爸他为什么不肯来见我一眼呢 小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或许你的父亲从没有离开过你身边 为什么 我也是听弗兰德所说 你刚来学院时赵无极一时寄养 亲自审核你们几个孩子 而你却用暗器好好招呼了他一顿 自己却也受了伤 对吧 可你有没有发现 之后赵无极出现了什么变化 你难道忘记了第二天赵无极鼻青脸肿的样子吗 弗兰德说就在那天晚上 突然来了一名黑衣人 赤手空拳揍了赵无极一顿 而且那人连武魂都没有释放出来 那个人就是你父亲 你是说爸爸来看过我 如果我猜得不错 他不见你 一个是因为不希望影响你的修炼 另一个恐怕是因为他怕见了你之后 自己就不舍得走了 我想 他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必须要去做 爸爸竟也会为了护我 做同样的事 我告诉你这些 就是要让你明白 既然你选择了走浑尸这条路 就不能停歇 你的父亲也同样需要你的帮助 你要用行动和实力 向你父亲证明 你有帮他的资格 爸爸 你真的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我吗 那好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老师 我还有两个疑问 你说 第一个问题是 您知不知道 我的母亲是什么人 你母亲的身份很神秘 整个魂世界恐怕没几个人知道 从你身上的蓝银草看出 她似乎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大的魂世家族 蓝银草是标准的废物魂 但你身上的蓝银草却又与众不同 老师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 为什么我父亲和您都不让我修炼浩天锤呢 难道是为了掩盖我出身于浩天宗的身份吗 这个问题很简单 因为我们想让你将来变得更强大 双生武魂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先将一种武魂修炼起来 虽然你的浩天锤现在一个魂环都没有 可是你的魂力却已经达到了37级 你想想 如果等你的蓝银草达到风靠斗罗层次时 再给浩天锤添加魂环 那又是什么级别 不错 我和你父亲的目的 就是要创造出一个拥有全部万年以上魂环 不可思议的存在 现在我唯一担心的 就是你两个武魂 是否会在你给浩天锤增加魂环的时候产生冲突 魂师历史上 你是第三个拥有双生武魂的人 聪明人并不只有我们 第一个拥有双生武魂的魂师十分奇才 在他给第二武魂增加魂环 增加到第三个的时候 两种武魂冲突暴体而亡 而第二个拥有双生武魂的人却成功了 老师 那您让我锻炼身体 是不是也因为双生武魂 没错 魂环增加对身体各属性都有所增强 可当属性增强到一定程度 而身体无法承受时 就会变成灾难 以后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就要使用一种特殊的方法 将这些属性分散 如何分散 外赴魂骨 当你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 最好再多拥有几块魂骨 当身体无法承受时 多出的属性 就会融入到你的魂骨中 坏处是 一旦被人得知 想要杀你爆魂骨的人 恐怕会大幅度增加 即使知道了这些 我希望你能够依旧保持一颗平常心 你能明白老师的苦心吗 老师 我明白 您也知道 我一向喜欢自由 其实 我更愿意自己只是一个铁匠的儿子 身份对我来说 有什么意义呢 这样的话 我就放心了 还有半年时间 高级魂师学院大赛即将开始 这是你们历练的最佳时机 我已经和弗兰德商量过了 等到这次魂师大赛结束之后 你们这几个孩子 就可以从学院毕业了 毕业 老师 这是不是太早了一些 不 已经不早了 普通高级魂师学院 实力达到三十级 已经可以毕业 而且还算是优等生 小三 来 对于你们的人生来说 在学院修炼只是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要在外面世界的锻炼 那才是考验你们的真正战场 老师 我等了 好了 你回去吧 还有半年时间 我不会再对他们进行特训 你们自己好好修炼参物 不过 我会对你们进行战术指导 希望你们半年后都有所突破 好好迎接高级魂师学院大赛 好 不过 小五没有吃香丝断肠红 半年后 他的修炼肯定跟不上我们 我担心 担心什么 怎么又不说了 该不会是在担心我拖后腿吧 算了 到时候再说吧 万一到时候小五跟我们的实力差距太大 为了他安危 我就少安排他上场比赛吧 小五 不早了 回去休息吧 哥 明天大家就要出发猎杀魂兽了 你这次准备猎杀一套什么魂兽 这个不好说 但具体情况还要看我们的运气 嗯 希望大家的运气会不错吧 哥 这半年来你们都达到四十级了 只剩我还没有达到 你是不是很失望 怎么会呢 小五 修炼要循序渐进 不可操之过急 我们现在的整体实力已经很强 你不需要多想什么 我可以肯定 如果你肯吃下这株相思断肠红 你的魂力一定会超越我们所有人 嗯 哥 难道你不相信我的实力吗 我 怎么啊 你怕我能力不够 影响在高级魂师学院大赛上的成绩吗 那就来比试一下 这 我没这意思 没这意思 那就跟我堂堂正正的决一胜负吧 我要证明 我不会拖后腿的 嗯 那好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嗯 哥 小心啊 小路几乎这么大 竟能在局限情况下 连巨法都要过 哥 现在你知道我实力不差了吧 确实 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哥 你能不能把我梳梳头 我头发有些乱了 梳头 可是你会回去睡觉 头发不一样会乱吗 你好笨哪 我回去一直修炼到明天早上不就行了吗 我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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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梳子的木质很好啊 嗯 这是妈妈送给我的 它是妈妈亲手所做 用伤好的紫檀做原料 雕刻而成 虽然没有任何装饰 但这是妈妈最后留给我的东西 是妈妈最后留给我的东西 也不是妈妈最后留给我的东西 哥 帮我梳头 小五 你真的好美 妈妈 这把梳子好漂亮啊 怎么会有紫色的木头呢 傻丫头 这是妈妈用紫檀木质做的 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那么 妈妈就将这把梳子送给你 将来 如果你真的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心爱的男人 那么 就让他帮你用这把梳子梳头吧 女人的头发 一生之中只能有一个男人为他梳起 妈妈祝福你 希望有一天 你能找到那个愿意为你梳头的男人 找到了 找到了 行装都清点过了 小五 你的发辫怎么有点歪 我 这 这个 哦 不会吧 小三 难道你 哦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哦 对 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你不用解释的 大家都了解 别胡说八道了 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立刻出发去落日森林 这次虽然由我们四人随行 但实现声明 这次猎杀魂兽的过程都由你们自己来完成 我们不会出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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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首夜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七个小怪物了 你们自己安排一下 嗯 小三 虽然今天下午的半天时间 我们都没有遇到什么大型魂兽 但不保证晚上就不会遇到 还是要多注意防备 我明白的 老师 小刚 小刚 你一边去 我在最右做好了 哦 那我 那我睡这个位置 我和穆白商量好了 上半夜穆白首夜 下半夜换我 到时候穆白也睡这个位置吧 那我睡这里 嗯 小五 我怎么感觉你很紧张啊 要不 我和你换换 嗯 讨厌 不换 就知道你舍不得 我是女孩子 我都不在乎你怕什么呀 以后 这就是边界 你要是越界 可别怪我不客气 哪儿 哪儿 你还不在乎你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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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一直在浑寿森林里寻觅呢 算了 是有点累 进去后立刻睡觉就是 小五的发香 原来如此 这香味与幽香启罗仙品相像 玄天保禄记载 这种香气如果出现在人身上 就叫做先天启罗幽香 对人体有着极大的好处 甚至能延年益寿 没想到就会出现在小五身上 有情况 大家小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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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情况 大家小心 老娘疯了 又合适的送上门来了 小三 这是一头至少四千年左右的魂射 让你吹老娘的事 老娘给你拼了 这应该是大力之王 施杀 属于火属性魂兽 修为在四千五百年左右 正好适合我们 第七魂技 赤龙真身 对付一头千年魂兽 二龙老师似乎不需要释放出自己的第七魂器赤龙真身吧 而且 她还亲自出手了 老师 二龙老师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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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天 你为什么要如此惩罚我 为什么 小刚 为什么你回来了 我依然觉得离你很远 和我在一起 真的让你那么痛苦吗 和龙 你先放开我 这是大帝之王最强大的一个技能 岩浆裂地机 最可怕的是攻击力使风之前 那半云形覆盖的扭曲光芒 可以令敌人产生眩晕 下一刻 分化出作用岩浆温度的高热火柱 会给敌人吃灭一击 竟然毫发无损 小心些围 让你破坏老娘的好事 老娘让你后悔 伤到这世上来 可怜的大帝之王 蹲下蹲下 我堂堂邪火凤凰 以前我一直以为 母老虎是最凶猛的 现在才知道 母龙比母老虎更恐怖 戴木白 你说他母老虎是谁 当然是我们家竹青 不 竹青 我不是说你 永远 我可以解释 生人 哼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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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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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阿尔卢老师就是我崇拜的位置 我的女神又回来了 那个小胖子他是你的了 给我 你也是活处性正好合用 真难想象 弗兰德 以前你说你这二龙妹的脾气不好 我还不太相信 现在看来你一点都没夸张 我决定了 后面的时间由我来守夜 谁都别和我抢 小胖子吸收魂环 我这个做老师的总得替他护法 小刚啊 你去睡吧 这里有我和无极就行了 二龙老师真是我的偶像 难怪他被称为黄金铁三角中的杀戮之角 看来也不用你们守夜了 我们都回去睡了吧 算了 回去要挤着睡 我也在外面陪着老师吧 好吧 好 我是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胖子 大家赶紧洗漱 吃过后我们就出发 我和胖子都获得了第四婚环 你们都想好需要什么婚环没有 不过昨晚胖子吸收的那个年线的婚环 按大师所说 应该是效果最佳的 胖子 第四婚环感觉怎么样 好吸收吗 很容易啊 才半个时辰就搞定了 真是奇怪 难道说 那头大帝之王被二龙老师虐得 已经放弃了生的希望 以为我能帮他解脱了 才容易有我吸收吗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成立的 老师研究过 有两种情况 魂兽死亡后被吸收魂环 对魂尸最有利 一种就是魂兽充满了极端的怨念 另一种情况 就是魂兽自愿被杀死 不仅魂环会完美吸收 甚至不受年限的限制 而且几乎百分之百会掉落魂骨 即使我们现在只有四十级 要是有一头万年魂兽 愿意让我们杀死 并吸收他的魂环 我们也不会遭受反噬 这么好 好什么好 你们以为容易啊 魂兽凭什么愿意让你们杀 愿意把魂环给你 这只是理想状态才会出现 或者说 是根本没可能出现的 没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 或许会出现奇迹吧 那这么说 我吸收的这个魂环 既不属于第一种 也不属于第二种情况了 如果那头大帝之王 是由二龙前被杀死的 或许会出现第一种情况吧 另一种情况出现的难度 同样很大 想要让魂兽的怨念达到极限 就必须要自己动手 不能假手于别人 分散魂兽的怨念 可是 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魂师所要猎杀的魂兽 实力都会比自己强一点 很难做到像昨天 二龙老师那样的纯虐形态 难怪魂骨会那么少 这些情况都太过于极端了 对了胖子 你的第四魂姬是什么 等有机会我再让你们看看 感觉可是很不错 可惜攻击范围小了点 而且没办法锁定对手再释放 这是我自己做的去掌丸 有的瘴气会奇毒无比 吃了这去掌丸 至少能够避免大部分瘴气的侵袭 也有提升心脑的作用 大家小心 现在事先太差 大家聚集得紧密一些 一方不测 你的后面去吧 我们换换 达伦 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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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多死 这不是掌机 小 几毒小蜡肠 大家都在这个范围内不要出去 我手中的是幽香契罗仙品 在他的范围内 任何毒素都将丧失作用 大家暂时不要离开这个范围 小心了 是浑兽 这片奴物 似乎是由浑兽制造出来的 我们被包围了 小三 你能不能看清那些浑兽的样子 我试试 死前活头 老师 是浑兽粉红女郎 而且有不下一千只 什么 上千只 怎么可能 粉红女郎是什么 粉红女郎是一种类似于蝎子的浑兽 群区一般来说很少主动袭击人力 因为身体为粉红透明状 固有粉红女郎的称号 每一个族群的粉红女郎数量约为百只 有一只最强大的族长领导 粉红娘娘是粉红女郎的变种 至少吞噬过百只族人 我断定 这个族群里面必然有一只粉红娘娘 粉红娘娘 粉红女郎是什么 粉红女郎是一种类似于蝎子的浑兽 群区一般来说很少主动袭击人类 因为身体为粉红透明状 固有粉红女郎的称号 每一个族群的粉红女郎数量约为百只 有一只最强大的族长领导 那这种浑兽的攻击能力是什么 这是毒吗 是的 他们的毒虽然不强大 但很特殊 是一种兴奋类的毒族 一旦吸入过多 便会透支生命力 我断定 这个族群里面必然有一只粉红娘娘 粉红娘娘 粉红娘娘是粉红女郎的变种 需要三千年以上的行为 至少吞噬过百只族人 只是我不明白 这群粉红女郎为何对我们有这么大敌意 似乎是在此伏击我们 老师 您说会不会因为昨晚那只大敌之王 大敌之王与粉红女郎一样 都属于些型浑兽 或许会和他有关 难道说 这只粉红娘娘与昨天那只大敌之王是伴侣 浑兽有浑兽之间的通讯方法 也许大敌之王在死时散发出一种味道 通知了粉红娘娘 你虐了人家老公 现在人家报仇来了 报仇 好啊 那我就杀出去 让他们做对同命鸳鸯 上千只粉红女郎凝聚的毒物非同小可 切不可大意 小三 你对毒的了解比较多 你的建议如何 最稳妥的办法 就是利用小奥的飞行蘑菇肠飞出去 好 就找小三的办法 好 不行 老娘受不了这个气 我们也下去 不要过多杀戮 粉红娘娘 二龙 回来 小三 你们上 不要杀死他 流一口气 三哥 助我 第三魂祭 凤意千详 上 主 四魂祭 这 第四魂祭 凤凰孝天机 奥斯卡 快 杀了他 要花在眼睛位置 然后立刻吸收活环 别冲没了 还不赶快坐下来恢复魂力 大师 您为什么让奥斯卡 去吸收那只粉红娘娘的魂环呢 这只魂兽虽然修为年限不错 可实力却并不强啊 没有最强的魂兽 只有最适合自己的 我想他获取这第四魂环之后 对你们整体的攻击实力 都会有所帮助 老师 您的意思是 小奥的这第四魂环效果 会掺杂粉红娘娘毒物中的兴奋毒素 正是如此 十五系五魂就算吸收毒魂兽的魂环 也不会产生毒素 所以粉红娘娘的技能 在被奥斯卡吸收后 就会发生一定转变 效果应该会是在短时间内 提升兴奋程度 而且应该会是全属性的提升 就像当初你们曾经遇到的 那个狂战队整体进入嗜血的效果 全属性 你说 奥斯卡好像有些痛苦 看来粉红娘娘的怨痕有点深 小刚 你看刚才红郡那下攻击效果怎么样 相当不错 论爆发力 现在史莱克七怪中胖子应该是最强的 比木白也要略强一点 更重要的是他攻击中包含的凤凰火焰效果 不但温度其高 而且有很强的附着性 这还要感谢二龙 要不是他昨天临时收手 小胖子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收获 弗兰德 胖子现在的弊病你看出来没有 弊病 毕兵 毕兵 你是说他的持续攻击能力 胖子的瞬间爆发力虽然很强 但魂力消耗却实在太大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 他的第四魂机 凤凰啸天机 继承的是大地之王的岩浆裂地机 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令对手在空气震荡中产生眩晕 第二部分 才是趁着对方眩晕的时间爆发出最强的攻击 没错 正因为如此胖子同样继承了岩浆裂地机中的弊病 那就是攻击范围 红骏这凤凰啸天机中的空气震荡眩晕效果需要近身 并不是锁定对手施展 可对手会随便让他近身发动攻击吗 凤以天降虽然能利用他短暂飞行 但更重要的作用是增幅火焰效果与威力 却不能增幅速度 因此 他这攻击的爆发力虽然强横 但必须有人配合 你的意思是说 必须有人先帮红骏控制住对手的行动 他这凤凰啸天机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正是如此 具体要如何配合 还要仔细研究一下 不能浪费一丝魂力 这几个孩子的天赋太好了 随便拿出一个都可以算得上是天才 对了 你准备什么时候 让小三开始修炼他的第二五魂 至少要等到他八十几魂力以后 等这次魂师大赛结束后 我要到教皇殿去走一趟了 你要去见他 你不怕二龙翻脸吗 到时候你可要帮我 为了小三 我必须要去见他 不是 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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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尊 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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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D earthly尖 氏 çe 空尔 你的第四魂技是什么 我的第四魂技是亢奋 一起亢奋粉红肠 能够令服用者在五分钟之内 全属性提升百分之十 只有百分之十 还只是五分钟 你这魂技 带老大 听清楚了 是全属性提升百分之十 也就是说 服用以后 整体实力会瞬间增加百分之十 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没错 百分之十听上去比例不大 但却可以令你们立刻达到百分之一百一的效果 还是抵消一切负面状态的前提下 令你们每个人在短时间内爆发出自己最强的力量 等以后到了战斗中 你们就会明白它这第四魂技的妙用了 不过大师 我这五魂也有两个缺陷 一个是持续的时间太短 另一个是无法保存 召唤出后 必须一分钟内服用才有效果 不过也有好的地方 它对我的魂力消耗并不算太大 与飞行蘑菇肠差不多 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 单是没有副作用这一点 就要比很多辅助魂师的魂技强得多了 好了 我们继续上路吧 还差三个人的魂环 希望能尽快寻觅到你们所需要的 远地休息一下吧 这落日森林的魂兽种类随不少 可极品却少得可怜 又已经找了两天了 再这样拖下去 恐怕要拖到魂师大才开始了 弗兰德院长 其实我有一个办法 但却有些危险 有办法不早说 是什么 这是两天前 我用来抵御毒物的幽香启罗仙品 凭借他自身的宝器 能够吸引一些强大的魂兽前来 既然如此 魂环岂不是手到擒来 只是在这种情况下 魂兽可能会很强大 数量也绝不会少 小三 你还能找到独孤伯当初隐居的地方吗 老师 您的意思是说 利用老怪物留下的毒来保护我们 不错 在独孤伯以前隐居的冰火两一眼外圈内 有毒阵守护 我们只需 将幽香启罗仙品 放在独阵附近吸引魂兽 一旦魂兽的实力过于强大 我们就退入独阵之中 小三 这什么毒险 冲死了 这是为了过滤低于两千年的魂兽 老怪物在这里布下的毒非常恐怖 这两颗药丸服用一颗 可保一天之内无事 另一颗在明天这个时候服用 我想 两天的时间应该也够了 来了 云从龙风从虎 应该是虎类魂兽 大家小心 不过滤低于两千年的魂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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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法力 他就倒下了 三哥 千年魂兽也不过如此麻烦 不好 我还没法力 他就倒下了 三哥 千年魂兽也不够如此 不好 大家小心 是鬼虎天赋能力 影分身 九宝转出有琉璃 九宝有名 一约令 二约速 三约魂 融融的这个第三魂技能够直接对魂力进行征服 现在他们五个人所拥有的魂力是正常情况下的百分之一百四十 第二魂技 白狐猎魂波 不错 但这对融入自身的魂力消耗也很大 最多只能坚持五到十分钟 这头也是影子 胖子 小五 左侧是真的 独青 小心 不好 这鬼虎挑了个最脆弱的地方发动攻击 第一魂技 有名突刺 第二魂技 有名百爪 快 第四魂技 第四魂技 白虎流星鱼 白虎流星鱼的爆发力 虽然不及胖子的凤凰啸天机 但盛在能够瞬间锁定对手 灵奇难以逃脱 看来 这只鬼虎的出现 是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太快了 根本来不及释放了烟草 不好 竹青重击之后脱力了 第一魂技 白虎虎身正 没事吧 带老大 找死 第一魂技 腰功 第四魂技 凤凰啸天机 竹青 动手 第三魂技 有名斩 竹青的千年风环技 威力不俗 不错 并且在荣荣的辅助下 这一击 应该是他目前能达到的最强攻击 嗯 嗯 啊 早生 呀 呀 嗯 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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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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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 快收起你的幽香起落仙品 木白 你带着鬼谷的尸体和朱青 先进毒阵 让它吸收魂环 这就是九百 把琉璃塔的威力吗 被辅助的魂石力量越大 便越有扭转乾坤的奇效 柔柔 柔柔 这应当是他第一次辅助远高于他的魂石 脱力也是情理之中 脆弱毒阵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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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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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三 你的先品药草的效果也实在太好了 不过总算没有白费力气 这只鬼虎的技能和属性都与朱星很配 院长 外面这么多魂兽 有几只正好适合我们 这是我自制的飞天神爪 可以将外面的魂兽抓紧来 以您和赵老师、二龙老师的实力 不妨一试 这小子从提出设置毒阵开始 一环扣一环心思之整理 绝非常人可及 难道说 浩天斗罗的基因就这么好吗 院长 院长 您会了吗 不难的 小三 外面这些随便你挑 选中哪个我们帮你搞定 还是先帮蓉蓉抓一只吧 我还要观察一下 再做决定 嗯 也好 小刚 你看给蓉蓉这第四魂环 选择什么比较好 蓉蓉前三个技能分别是增加速度 力量和魂力的 那么 这第四个魂技就以增加防御为主吧 那这四千年左右的林甲兽较为何事 林甲兽的主要能力就是贴身肉搏 力量极大 防御力更是惊人 你们三人还是一起动手吧 嗯 稳妥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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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强的防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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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龙 這裡這麼多孩子呢 你別搞得太血腥了 知道了 知道了 有 我帶著這個小家伙到旁邊玩一會兒 蓉蓉蒙上你的眼睛跟老實來 我陪你 我陪你 這麼多年了 二龍的脾氣還是跟小姑娘一樣 小三 想好要哪個魂獸沒有 你儘管說 我和趙老師幫你搞定 嗯 就選那隻地穴魔豬吧 你瘋了吧 你沒看到那是一隻萬娘魂獸嗎 啊 老師 請讓我選擇地穴魔豬吧 聽我的 選那隻人面魔豬 它大概有近六千年的修為 與你獵殺的上一隻魂獸項目相同 只要吸收了它的能量 不但能夠加強你的第三魂技 同時還有可能多出一個用於自保的第四魂技 老師 我認為 地穴魔豬現在對我來說 才更加有用 為什麼 老師 我選擇它 是因為高級魂獸學院大賽即將開始 有時間想這些不如多考慮考慮你自己 這一次你將跳躍的是整整五千年修為 你認為自己能夠完成對一隻萬年魂獸的吸收 老師 相信我 我一定可以的 我曾經在獨孤前輩那裡 服用過兩種鮮品藥草 這兩種藥草 對我的身體洗精一髓 脫胎換骨 身體強韧程度比你想像的還要大 而且 在這裡還有另一個優勢 我服用的那兩種鮮品藥草 可以讓我在一個特殊的地方 進行魂緩吸收 這樣一來 我幾乎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能夠成功 小五 哪怕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 我也絕不會讓你冒險 魂獸修為突破萬年 與千年魂獸完全是兩個概念 先不說龐大的能量衝擊 但是它在死後被你吸收時殘留的靈魂震荡 你都很難承受 靈魂震荡 那是什麼 靈魂震荡 是高級魂獸在死亡後 靈魂尚未消散之前所產生的特殊能力 只有萬年以上的魂獸才會具備 靈魂震荡 將會對人的精神世界進行破壞 極有可能把人變成白痴 小五 你是怎麼知道這些的 我 我媽媽告訴我的 靈魂震荡 哥 你說過的 你要永遠保護我 算我求你 就聽大師的吧 那人變魔獸有六千年的修文也相當不錯了 何必非要冒險探渡萬年魂環呢 如果我能夠避免靈魂震荡呢 哥 你 你忘記我曾經吃過的仙品藥草 望穿秋水路了 憑藉著子雞魔童 我又絕對的把握 讓那隻萬年魂獸 也無法對我產生靈魂震荡 甚至能大幅度削減他對我的怨念 哥 你不會是在騙我吧 我什麼時候騙過你 更何況 我不會拿自己的生命去開玩笑的 我這套命還要留著以後保護你 好 那你就去吧 好 那你就去吧 不过你要记住 哥 如果你死了 那么我也会陪你 院长 赵老师 麻烦你们出手 我要那只地穴魔珠 小三 你真的想清楚了 你应该明白 如此吸收会有什么后果 院长 我一定会成功的 好 有志气 那我就祝你一切顺利 这狡猾的魔珠 胖子 疑回忌 凤凰火线 想跑 没那么容易 第七魂技 猫鹰之身 不够 没什么 愿意 啊 我 嗯 这帝玄魔珠狡猾得很 可别让其他魂兽干扰到院长 小五 你拿好这幽香起落仙品 保护好自己 哥你去吧 赵老师 麻烦你也把我抛出去吧 真是麻烦 该死 一丝气息都没有留下 院长 他在这里 晓鸥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二龙老师也太残暴了 太太强了 低魂剑 凤凰剑 凤凰剔如打雷 红天烈地罗三炮 凤凰剑 凤凰火线 第二魂剑 累祸 猪王 猪王 受费 好个阴险狡猾的东西 再让你跑了 老子就不叫四眼捞硬 хочется 把他使破抗 暴灰 素质 这 也就不叫他 datos 就赶快 看 没说 安 小三 我们回去 不好 这人面魔术使出全力了 小五 怎么会 完全没有用 上一次 我用杀子人面魔术 全力诸个神怒在手上 而小五 与这些久为六千年的人面魔术相比 我和立场已经还是太大了 不好 第一魂技 缠绕 一定要干上 一定要干上 不 不 小五 哥 左胸被贯穿 加上人面魔珠霸道的剧毒 小五汤 根本没有可能活下来 一起回尽 赤龙真身 去死吧 纵意天响 纵意天响 这龙颜极为凶险 别吐气他 腾三 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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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有事 先救小五 小五 小五 你怎么样 怎么会这样 院长 小五还有救吗 院长 小五不会真的 小五 放心吧 小五没事 院长 你就不要安慰我们了 小五中了人面魔珠的毒 怎么会没事 这是怎么回事 小五就能从六千年修为的人面魔珠 手下逃脱 全凭运气 人面魔珠的最后一集 刚好扎在这相思断肠红上 幸好我哥送我的时候 没有吃掉它 不然 今天就交代在这了 这相思断肠红 竟然如此坚韧 面对人面魔珠的致命一击 居然完好无损 小三呢 怎么不见他 第一魂技 超级恢复大香肠 小三没事 现在他的霸珠魂骨 正在结束那头人面魔珠的生命 小三 小五没事 小五 小五没事 小五没事 小三从人面魔珠体内吸来的能量 正在被小三的外腹魂骨自行吸收赡化 化为自己的能量 没想到当日的一丝联系 竟能救我一命 乖孩子 有我在 以后谁也不敢欺负你 二龙老师 小五 小五 不知道为什么 在二龙老师的怀抱中 有种很温暖的感觉 小五 你愿意做我的嫡传弟子吗 我 我愿意 老师 二龙老师 不瞒您说 在您身边 就像是 有妈妈一样的感觉 你说真的吗 真的 我妈妈很早就离开了 我 我一生未嫁 可能 一生也不会有儿女 小五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就像我一生 妈妈 我 二龙老师 你 愿意做我的妈妈 妈妈 妈妈 二龙 恭喜你 傅老大 我有女儿了 你知道吗 我有女儿了 你 四龙子太感人了 你 是的 我知道 从今以后 你不再孤单 你有女儿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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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五 小五 你的情深义重 实属罕见 永远不要让我知道 你对不起他 否则 无论你是谁的弟子 无论你有多么深厚的背景 那天的大帝之王 就是你的榜样 你 唐赛 以命骑士 此生 并不过不小 你 你 很疼 你 感觉好多了 小三 如今地血魔珠已无反抗之力 你还是抓紧时间吸收魂环吧 院长说的是 永远不要让我知道你对不起他 否则 不论你是谁的弟子 那天的大帝之王 就是你的榜样 杭三以命骑士 此生定不辜负小五 小三 如今地穴魔柱已无反抗之力 你还是抓紧时间吸收魂环吧 院长说的是 感觉好多了 我一会儿要去冰火两一眼吸收魂环 有事半功倍之效 在我出来之前 你们不要靠近冰火两一眼 以免被其气息所伤 我一会儿要去冰火 小五 不论他的决定是对是错 你都应该永远无条件地支持他 他对了 你应该为他高兴 妈妈 你说得对 我是应该支持他做任何事 小刚 你跟我来 我有话对你说 小刚啊小刚 幸好 我现在有了女儿 我现在有些明白 你说唐三为徒的心情 至少 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份寄托吧 即使你我不能幸福 但我希望 他们能幸福 我希望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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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哥 三哥哥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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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哥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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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哥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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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哥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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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哥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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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